淡水的第一渔港过去是渔民停放扇板船的港口 也是不少观光客来到这边欣赏淡水夕阳的地方 不过渔港存在着许多问题 新北市农业局渔馆处打算配合前瞻计划当中的 水环境改善工程来改造渔港 但是在今天的会刊当中 市议员郑元指出应该跟在地居民达成共识 才能够进行这项计划 淡水第一渔港过去是渔民停放许多扇板船的港口 也是不少观光客来这边欣赏淡水夕阳的地点 不过在去年新北市农业局渔馆出货的解决 渔港淤积问题还有渔民停泊使用的问题 打算配合前瞻计划当中的水环境改善工程 将渔港施作浮药码头填海造路 但是地方出现反对声浪 再加上将渔港的稀堤破口无法解决淤积 因此重新设计 一方面是要改善渔座的空间 一方面的话是希望以后 这个民众可以亲近我们的淡衣渔港 从外面的洞线可以直接进到渔港这边来 来欣赏我们淡水最美丽的墓设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兼顾了渔民的渔座需要 跟民众的一些需求 那我们当然希望当地能够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渔馆处长表示第一渔港有许多的问题 包括了渔港的淤积 周边社区老旧无法作业 以及港区道路动线不良 而这项设计一方面是希望可以改善的渔座空间 另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让观光动线更好走 此外渔会也表示过去这里只能够停泊渔船 就是因为渔港的问题很多 希望可以借由这项工程来改善 今天管理说要清泊渔港 因为来我们知道 垃圾的时候 他来整个都缴垃圾 缴一些一些什么 退漂流墓上有的没的 脏槽 退槽去清 脏槽就更淹来 这大家来的环境 大家都要做得好 这边问题都一定要建设 建设的时候就有时候 你要改变现状 对不对 改变现状 多少都会 但是我们就是要大家年纪 大家来 找同好的方式去做 渔民说过去这边都是捕捞乌鱼 曼苗还有布拉蜜 而第一渔港现状只能够停泊 不能够作业 渔会总監事也是希望 可以把第一渔港的用途 以渔民的作业为主 但是今天的会刊当中 市议员曾宇恩则指出 渔馆处所设计的内容 是相当不好的做法 当初在议会前瞻计划 这笔经费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举手赞成的 但是我们改善渔港 却要向海延伸来填这个题 然后包括南北东这三侧 南北各填四米 四米就是一个车道的宽度 那现在渔淨站的这个地方 东侧的地方要填六米 也就是一个混合车道的宽度 那当然在水环境前瞻计划 这样子的大架构下面 我们会希望他们改善水质 然后改善淤积的情形 可是不要把水的面积给减少 议员表示这项设计 有五千五百万元的经费 目前的设计图 在渔港周边堤防要坐向水域 延伸四到六米的陆地 也就是填掉港内水域将近 有三分之一的范围 而这样的做法 并不符合大家的期待 议员也希望渔馆处在考虑到 渔民作业的同时 也应该与地方居民达成共序 才能够来进行这项计划的工程 记者许多爱EDH7不打